11月7日黄明浩现身北京机场 开身穿牛仔养高绒外套 助理在一旁贴身守护 黄欣纯身穿蓝色羽绒服低调下车 近日黄明浩亲妈被曝老赖后舍现身 有网友通过与黄明浩代言品牌客服沟通 发现品牌代言客服态度嚣张 针对消费者对代言人的质疑连连呛声 当网友向客服询问代言人相关问题时 客服直接挑衅你买得起吗 也是时间惹动了网友 网宣组发了回应欠债传闻 称欠债还钱天惊地义 粉丝比任何人都希望妈妈那边能尽快处理 并表示黄明浩已经成年 粉丝不会说小孩无辜小孩可怜 呼吁其他粉丝克制表达